大家好,今天讲一个比较难的主题 就是讲双十一的故事 双十一是一个现在已经是全世界人的购物节日了 已经是全世界的购物节日了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然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会尝试着跟大家讲一次 因为这个话题很大 这个话题很大 在讲之前呢 首先看一下我身后有这么个东西 有这么个东西 这个因为有人建议我说这个要要整一个猫来放 因为说嫌我长得丑 我但是家里实在是没有猫 所以呢我就整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也算是个宠物吧 他这个是靠这个给他点个头摇个头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不要被他的这个吸引了啊 还是我来讲 还是我来讲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我的这个电子宠物 电子宠物 这个 双十一 双十一呢 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事情 他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呢 在很早之前呢 或者在前面几期都给反复讲过一个话题 就是节日的问题 叫互联网人 叫有节日就过节日 没有节日 创造节日也要过节日 这个话呢 其实我在很多期视频里都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节日 这个节日跟普通的生活 跟普通的这个日期到底有什么差异 我今天啊 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讲法 所以我来跟大家讲双十一的故事 这个讲法是什么 就是节日是 人们习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在这一个天都干这件事情 就是当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以后 它就是一个节日 我很喜欢这种解释方式 很喜欢这种解释方式 就是我们不要想说这个节日 到底是应该是过年呀 还是应该是劳动节 妇女节 儿童节 还是什么样的 就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 甭管它放不放假 然后呢 这个我们约定俗成了 或者习惯性的就去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节日 互联网人之所以喜欢来去强调节日 喜欢向一个日期来赋予意义 这个事是为什么 说白了其实是为了节省 传播的成本 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不停的要去传播各种理念 然后呢 当说OK 请你今天来买东西吧 这个传播的力度就很差 传播的力度就很差 但是你说 我今天有一个节日 请你在这个节日来买东西吧 那这个传播的这个力度就会上升一些 就会上升一些 然后我还可以赋予这个节日一些其他的意义和故事 那么在你听这个意义和故事的时候呢 你就更想来买东西 而且节日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这一年一回啊 对吧 我今年我宣传了你来买东西吧 然后你记住了 哪怕你今年没买 到了明年 你看我们每年都在今天买东西啊 哪怕是只是第二次 对吧 我的这个 等于去年我所花费的这个传播的成本 就有一部分沉淀下来了 然后我第二天还在起作用 还在起作用 为什么我们讲买东西 就是这个中国人就喜欢造这个购物节 这个双十一双十二六一八 然后各种各样的购物节 甚至是所有的情人节 就是为什么最后大家把所有的节都变成情人节 因为情人节最好卖东西 这个你说直接叫购物节呢 就显得稍微庸俗了一点 对吧 所以都叫情人节 这个男生给女生买东西 女生给男生买东西 然后出去吃个饭 然后住个酒店 对吧 这就是这个情人节和这个双十一的这个最朴素的想法 就是这样 就是我要花钱去宣传 然后呢 我要让我的宣传能够起到这个一分钱两分效果的一个这个这个目的 而且呢 我希望我今年花费的宣传成本还能沉淀下来一部分 明年我还可以接着用 这就是这个就是互联网上造节日的一个 就是初衷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造节日 而且以后呢 节日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国家放不放假 我们不管 这个但是我们要买东西 我们要买东西 下面我们来说买东西这件事 这个就是购物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购物节 人在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每一个人 都只去买他需要的这件东西 那么你就没有必要去说 请你去买东西 我要去做宣传 我要去这个什么 就是如果人都是理性的 那你做所有的宣传都是浪费 对吧 他该买鞋的时候 他就会去买鞋 该买这个其他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去买 你一年穿一双鞋 那么他一年就买一双鞋 对吧 穿破了以后再去买下一双 那你做的所有的宣传 对他整个的生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他一年买一双鞋 你再做宣传 他也不可能买第二双 那么这个事就没意义 那么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 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你去买那些 你不需要的东西 是让你冲动消费 这个当然我听了一些这个节目 或者也看了一些文章 他们就讲说双十一 会让你去把那种 择期需要购买的东西 统一购买掉 这个是说的比较 这个客气的方法 什么叫择期需要购买的东西 就是你不是迫切需要的 但是你还是需要 你正常情况 比如说每年你会买一个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 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 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买的 双十一买 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你是不需要的 就是你没有它 你也活得好好的 你也活得好好的 不是一个生活必需品 所以双十一也好 任何的购物街也好 任何的打折促销也好 任何的宣传广告也好 他都是想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不需要的那些东西卖给你 把你不需要的那些东西卖给你 这个 所以我们一般喜欢讲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冲动消费 就是当你看到了一样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冰激凌 然后呢 我就会冲动 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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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但是呢 你看我这个体型 然后身体也没有那么好 按道理说 我就不应该吃那个东西 对吧 但是我还是好想吃 好想吃 好想吃 可能这个冲动是魔鬼 然后这个 但是在电商领域 在这个互联网领域 魔鬼就永远是你的朋友 我们就不停的要利用冲动 不停的要利用冲动 购物节这个事呢 我觉得可能最早应该是从美国人搞这个黑五开始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应该是哪天呢 大概是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五 应该是这一天 然后呢 最早这个黑五被定义出来的 应该是 也是有一个叫shop.com的一个网站 就是他们定义的 定义完了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线下商家说 我们就都来响应这件事吧 既然大家在这一天都要去买东西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去把这个东西打了折 让大家来买 还有很多那个视频 就是说这个 大家要在黑五这一天 零点 然后在门口去 超市的门口去排队 然后呢 把这个一天的这个要买的东西都记下来 然后甚至说提前要进去不点 说我的电视要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的这个其他床要在什么地方 然后你要冲进去 甚至经常会发生这种踩踏事件 在黑五的时候 冲到这个店里面去买一些这个 你平时可能心心念念 然后这个叫 现在这个时髦的词叫种草啊 就种草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东西 然后你冲到店里面去买 然后把它拖出来 把它拖出来 这个黑五是可能最早的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双十一已经比黑五 黑黄的一塌糊涂了 其实已经黑五在那个双十一面前 完全就是个弟弟 弟弟都不合适 可能是个孙子 这个双十一已经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会被这个大家所接受 就随着阿里系走遍全世界 在全世界范围内 这个双十一都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这个概念 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大家都在打折 然后他就会习惯在这一天去买东西 这个双十一呢 是最早什么时候开始了 最早什么时候开始了 就是这个东西呢 已经没法考证了 说到底谁发明了这个节日 但是他确实是11月11号 全是棍儿嘛 这个全是数十一 这个一呢就是光棍 所以最早的叫光棍写 有有有说哪些学校里发明的 然后以前盛大也有号传说是盛大自己发明的东西的 这个我们没必要去考证了 谁发明这东西不重要 这个到那一天大家去买东西去清购物车 这事最重要 对吧 真正说天猫开始双十一的啊 不是淘宝开始啊 是天猫开始的双十一 天猫是哪年开始了呢 是2009年开始 那时候的天猫刚创建 刚创建完了以后 大概他创建的时候就八九月 可能是几月份就创建的 然后呢 说我们怎么能够让大家这个就把销售额充一充呢 哎 这个后来想这个就想啊 咱过节呗 过节最好充节日充销售额了 对吧 看说也快到年底了 中国人这个圣诞节或者什么的也没那么实行 咱们找一个什么别的节日来过过的 哎 他们就挑中了这天双十一 哎 说咱过这个节吧 哎 双十一光棍节 哎 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啊 给自己买点东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他们就开始宣传 然后大概也是随意的宣传了宣传 啊 这个节就过了 2019年的双十一 大概是卖了多少钱呢 5000万人民币 啊 这个钱到现在来说呢 就简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钱数啊 但是呢 这是一个开始 哎 在那一天卖了5000万人民币 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天猫来说呢 啊 也是这个完全想象不到的这个 这个业绩增长 说啊 居然还可以这样 他说呢 我们明年继续吧 我们明年继续吧 刚才我讲了 啊 你造了一个节日 然后你今年做的所有的宣传 他会有沉淀 到明年 他会继续发酵和起作用 到2010年了 就第二年了 稍微的成熟一点了 天猫啊 说这个咱们啊 搞这个叫海报营销 咱们做点大海报 然后呢 做点广告 找一些这个广告公司 联合一些广告公司 然后设计了九个宣传方案 然后呢 这九个宣传方案都是什么呢 比如说半价包邮啊 或者什么买东西包邮啊 但是这种 还有呢 比如说五折送现金啊 大家就反正比较粗俗这个 哎 你说的粗俗也行吧 但是现在看比较粗了 但那个时候呢 确实比较管用 那个时候的这个 用户比较淳朴 就是你跟他讲这个东西 他也真信 他也真信 这个 而且呢 这个宣传要认真很多了 宣传要认真很多了 他提前了十天 就是从11月1号 就开始宣传了 一直到11月11号 这一天咱们开始买 然后呢 这个 这天卖掉了多少东西呢 卖掉了9.36亿 就是2010年第二次了 就是他比这个第一次要认真很多了 第一次就是我们随便宣传了一把 就开始卖了 对吧 也没有提前做准备 然后呢 也没有广告 也没有什么投放 都就来了 卖了5000万 第二年卖了9.36亿 哎 到第三年了 第三年呢 就开始价格营销了 大家打价格战 对吧 大家知道有这么个事了 而且呢 不光是你 呃 天猫干这事 淘宝啊 什么都来 然后这个什么呢 京东苏宁当当 全都上来了 说你便宜 我比你还便宜 对吧 而且呢 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出来 就2011年 什么呢 就是先涨价再降价 就是我原来比如说卖10块 然后呢 我在这个 11月 可能近10月下半 下半个月吧 我就开始涨价了 我就原来卖10块的东西 我现在卖15了 对吧 然后呢 等到这个双11这一天 哎 我说我卖12 哎 你觉得好像占便宜了 实际上他还多卖了两块 对吧 比他平时价格还涨两块 这个事呢 是一个差点意思的事情 然后另外呢 还在那一年里头出现什么问题呢 叫快递爆仓 在2011年就开始快递爆仓 哎 就是在前面 就是一年 一天卖9.36亿的时候呢 这个快递公司还顶住压力了 只是觉得 哦 好像是厉害了一点点 好像是厉害了一点点 哎 但是呢 这个到2011年了 不光是天猫在干 就是 呃 不光是天猫阿里在干 就是苏宁 京东 当当什么这些电商网站全干 啊 你你双十一打折 我也打折 对吧 咱一起来 这个不能比 不能光是你你得着 我也得着 然后快递就开始爆仓了 啊 这个就是堆的满街都是 然后这个各种 那个 那个混乱的快递仓库的照片 那个时候就满天飞了 对吧 那个那个是2011年的事情 2011年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33.6亿 啊 33.6亿 咱看啊 第一年5000万 第二年 这个是 叫做9.35亿 第三年 到了第三年 33.6亿 这个东西就翻着根都在往上找 这个快递爆仓这件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啊 非常非常恐怖的 因为我们呢 以前在 呃 做出海基金的时候投过一公司 那公司啊 是在南非做物流 就是因为中国的物流 全肯定是领先全世界 20年没什么毛病 就是被双十一训练出来的 然后呢 这帮人就跑到南非去创业 说我要在南非做个物流公司 去了以后呢 去这个南非各个这个 就是他们原来都是邮电局嘛 来来去派发快递 就跟以前中国一样 哎 但是发现那个地方就就 这个一讲这个 说我们准备做电商准备把这个电商的这个快递送到南非来 对吧 呃到那以后他们干这个事也是爆仓 爆谁的仓呢 爆航空公司的仓 哎 就是航空公司的这个货运 货运的这个 就是飞机厂那些管货运的人 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小快递件 没见过这么多小件 一把就爆了 这个东西 你只要接中国的电商 你想去做快递 对吧 你说我到南非 然后他没有任何自有业务 然后你就在他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做快递 你肯定竞争不过这个叫做当地的这个油电局嘛 对吧 但是你说哎 我我把中国的电商引进来 哎 还不用中国电商 他当时在南非大卖的最好的是卫士 哎 就把这东西卖这个东西 然后我来给你送货 赶上了一次黑五 还是赶上了一次什么东西 当场就爆仓了 哎 这个是咱现在已经把爆仓这件事 扩展到全世界去了 啊 扩展到全世界去了 现在还在还在那个九星山码头那抱着呢 啊 现在还在很多海域码头还在抱 然后再往后 2012年了 哎 再往后一年了 2012年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新东西呢 叫做O2O 哎 现在这个可能大家已经不再讲这个词了 O2O是什么 叫Online to Offline 因为呢 这个大家看说你们天天这个互联网线上狂欢 这事不行啊 我线下这些传统店 我的饭馆 我的理发店 我的洗衣房 对吧 我的这个汽车4S店 我也得加进来 你不能光是你们玩 我也得玩 对吧 哎 O2O来了 叫Online to Offline 哎 他们的说我们也也跟着搞啊 我们也跟着搞 这个里头比较有名的是哪个行业进来呢 汽车行业 这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其实一直是跟互联网紧密相连 为什么 大家知道互联网最早进入中国的东西是什么 叫门户网站 现在的搜狐新浪网易什么那时候实际上都是做门户网站 然后门户网站里头哪一个频道 或者哪一个板块最挣钱 就是汽车板块 因为汽车公司是特别喜欢打广告 特别愿意宣传 哎 宣传完了效果特别好 哎 那个就是这个中国整个互联网发展是离不开汽车行业的贡献 这个 OK 2012年O2O 然后汽车行业加入了 汽车行业加入有什么呢 就是他超过10万人 在网上预约试驾 我各种车 然后我要去试这个车行 对吧 原来呢 你必须要到店里去预约 这个事呢 就等于很多人就去不了啊 你这个用户就变少了 那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预约 哎 我可以在在淘宝在什么各种店里预约 O2O上来10万人预约 400家4S店去说哎 我们提供预约服务啊 你们预约好了以后到我店里来试来 哎 400家这个4S店来搞 然后呢 卖的最好的一个店 4S店这是汽车4S店啊 卖了1820万 这个销售额1820万 卖了350辆车 哎 这个是2012年 然后2012年一共卖了多少呢 2012年就是整个陶戏 就是淘宝加天猫 咱们不算其他的什么京东什么那些 咱们都不管他啊 陶戏191亿 咱们想着啊 在上一个数 就是上去 2011年是卖了33.6亿 然后呢 2012年卖了191亿 然后咱们讲2013年了 2013年 2013年呢 他们想出一个招来 叫co-marketing co-marketing是什么意思呢 叫联合推广 就是他跟市场上 所有有流量的厂商 一起说 咱一块干吧 咱来推广这东西吧 这个联合推广的故事啊 我到后边一点再讲 因为呢 我在猎豹 这个我们就参与了这件事 2013年就参与了这个事 而且呢 对于整个猎豹的发展 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意义 然后呢 这个2013年呢 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光棍节啊 就彻底变成了脱单节 刚才咱们讲 就是所有节 必须得是这个情人节 对吧 你是你光棍节 你自己一日过 你能花多少钱 对吧 你一定是俩人过 或者说你 你希望脱个单 你希望在这一天里头 这个 这个 这个告别 这个处男身份 处女身份 然后你才能这个 花更多的钱 对吧 所以这个2013年呢 应该是光棍节 就转换成了这个 真正的情人节 就是这个中国的 这个互联网人 发挥粗名才智 把所有的节日都变成情人节 这个 在这一年里头呢 他卖了350亿 就是在上一个季度 上一年是192亿 190 我看看啊 20 12年是191亿 2013年呢 卖了350亿 2013年卖了350亿 这个增长势头是下来 因为你看从5000万一下涨到几亿 然后几十亿 然后这个势头很快 但是到2013年呢 就是说他已经把全中国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都发动起来了 我记得是在10年11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每年在双十亿的时候传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给Excel文件 是什么呢 就是降价表 就是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会降多少多少钱 这个东西呢 我们后来发现也是他们这个 呃 天猫的人自己传出来 或者淘宝的人自己传出来的 就是也是算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呃 利用大家想赚小便宜的这个心理吧 然后做了一波非常廉价的这种宣传 啊 非常廉价的宣传 这个co-marketing的事情 这个我待会再去讲 呃 有可能在下一个视频里再讲 因为我会把这个视频结成几段来讲 呃 不会一次把它都讲 呃 这个 呃 有人跟我提起来 说我讲个四五十分钟这种视频 听着太累 呃 听着太累 呃 这个我待会把它结一些 2014年了 2014年呢 出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2014年出现什么呢 这个微信来了 2013年年底吧 2012年还是2013年的这个 呃 就微信就开始来了 2013年呢 大概是呃 年底的时候 就是大概是在呃 2013年的这个年底 2014年年初或者春节的那个 那个时间点呢 微信发明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叫红包 叫红包 红包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东西 这个东西绝对的可以写到所有的跟商业相关的教材里边去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支付这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让你用这个支付宝支付 希望让你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这件事呢 其实它是经过了漫长的积累 大家已经习惯了 说我要在淘宝买东西 我必须要有支付宝这这件事吧 大家已经是习惯了 所以支付宝其实为这个事呢 它主要付出的代价是它的呃 整个的淘宝系的漫长增长 这是它的这个付出的代价啊 但是当时呢 是大家在发这个支付牌照 我记得当时发了十几张支付牌照吧 很多的人拿到支付牌照以后 遇到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难点 是什么呢 就是让用户绑这个信用卡和绑这个纸 这个储蓄卡啊 这个事是一个谁都无法逾越的这个困难 然后这个微信当时就创举 说我来发红包 这个过年了嘛 过春节了嘛 我要发红包 你发红包呢 你必须于里头有钱 你得绑卡 对吧 然后你领了红包呢 你还定帮卡 然后才能把这钱拿出来 这个 他呢 等于是我自己没花一分钱 然后让用户把卡都绑上了 就是当时有人算过 大概让一个用户绑上卡 大概要花20块钱以上 就是因为你要买到用户 然后再加上流失的 然后再加上各种一步一步诱导 然后你说我到底怎么把这卡绑上 最后能够成功绑上卡的那一个人 最后算完 他完了以后20块钱 那是2013年的20块钱 2013年2014年的20块钱 他现在肯定是 我估计200块钱 你都不一定能搞定这件事 都不一定能搞定这件事 所以微信呢 当时有个巨大的创举 巨大的创举 当时微信上为了让大家绑卡 还干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当然现在这个已经不灵了 那个时候谁最容易 就是比如说大家抢红包 谁容易抢到最多 知道不 就是没绑卡的那个人 容易抢到最多 比如说我发了100块钱 红包10个人抢 然后9个人都绑了卡了 只有一个人没绑卡 那他抢的一定是最多的 为什么 你抢到多了 然后这个钱多了以后 你能绑上卡 才能把钱赚出来 对吧 所以微信当时想了很多很多的小外招来干这件事情 哎 这个是微信干的事 但是你说哎 这跟双十一有啥关系 哎 2014年的双十一 淘宝说你会发红包 我也会 对吧 咱也干 所以2014年呢 双十一叫红包营销 他呢 当时我印象了 应该是投资了微博 这是阿里希呢 投资了微博 然后呢 是让微博里的大V来发红包 就是你有很大的账号 你来发 然后呢 通过这个来刺激起消费来 所以2014年 他卖了571亿 啊 571.12亿 不知道为什么那年的数据那么那么详细 那么具体 对 然后我们啊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 到下一期呢 我们再讲2015年的故事 讲了这个时间也差不太多了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